除夕夜凌晨 却一直非常低调 杨子曾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童年和妈妈的合影 照片中来看 杨子的颜值和妈妈的五官 有很多相似之处 照片中 杨子妈妈穿着小碎花长款棉服 搭配黑色紧身牛仔裤 杨子妈妈的这身穿搭 在90年代算是比较时髦了 杨子一直说 我是我们家最丑的 现在网友看了杨子妈妈 年轻时的照片都懂了 1月31日除夕当天 大家都在忙着做年夜饭时 杨子身穿虎纹装 十分抢眼 晒时宫格图片 大气的杨子 让网友们欣赏他过年要穿的新衣服 杨子配文写道 虎年道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此期东来好运连连 福虎声望诸事如意 新年快乐 悉心的网友数了数 杨子这次竟然不是九宫格 而是时宫格哦 平日里杨子喜欢搞怪 但这次 杨子送给大家的祝福 却是真心实意的 此期东来好运连连 福虎声望诸事如意 短短16字祝福语 字里行间彰显了杨子的文采 这两句真的是神来之笔 文采横溢 杨子所发的十张照片中 其中有五张手里拿着福字 有三张抱着福娃娃 有一张是自己拉着两条麻花辫 最后一张是一副乖乖女的模样 网友评论杨子低调做人 高调演戏 保持专业 永怀敬畏 迄今为止 杨子出道已经20年 在他这20年的拍戏生涯中 出演了50多部电视剧 27部电影 这么多的作品为杨子积攒了不少人气 如今的杨子已经是90后中的流量砥柱 影视资源更是好的不得了 未来期待杨子更好的作品